全球最美公路之一 为何除了中国 其他国家通行都要乖乖交费 你知道吗 在南亚有这样一条特殊的公路 不管是英美人还是自己人的车辆通行 都必须乖乖交费 但中国人的车辆经过此地绝不收任何费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问中国人在国外能享受到最高待遇的地方是哪 相信很多人脑海里都会出现四个字 巴基斯坦 并且在巴基斯坦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公路 英美甚至是自己国家的车辆经过这里 都要老老实实地缴费 唯独中国人开车经过这里免收一起费用 没错 这条公路就是喀拉昆仑公路 也被巴基斯坦人民亲切地称之为中巴友义之路 这条公路曾多次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公路之一 同时它也是全球公认的建设难度最高的公路 因为当初为了修建这条公路 平均每1.5公里就有一名中国工程师军人牺牲 毫不夸张地说 这条公路是用献血一点点堆积而成 喀拉昆仑公路全长1224公里 其中巴铁境内长809公里 中国境内415公里 它除了是连接中巴友义的公路 也是南亚次大陆地区通往东亚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整条公路贯穿了巴铁的北部 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甚至在军事上也有着特殊的含义 如果你有幸经过这里 一定知道一个叫吉尔吉特的小镇 镇上坐落着一座非比寻常的烈士陵园 当初在修建喀拉昆仑公路时 中巴双方共有700多人献出了生命 其中有88名中国烈士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回到故乡 只能长眠于异国他乡 尽管公路建成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但在这条公路上奔驰的巴基斯坦车辆 只要经过这个烈士陵园 车主都会主动将车速降下来 虽然在这里看不到任何线速标识 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缅怀烈士 并且从这里经过的中国人 也都会带着鲜花前往烈士陵园祭拜 附近的花店老板得知你的来意 也会十分自然地拒绝收费 并且挑选一束最美的花 可能你会好奇究竟是怎样一条公路 修建过程中会牺牲这么多人 这条公路穿越了喀朗昆文山脉 兴趣库什山脉 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 还经过了中巴边境口岸的红奇拉夫山口 沿途的地质不能说是复杂吧 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了 海拔跨度更是从最低点600米 升到最高点4693米 修建途中经常遭遇雪崩 山体滑坡甚至是塌方 当时中国还没有基建狂魔的称号 但面对国外专家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我们毫不退缩 一边搞建设一边搞修复 就这样 终于在1979年公路宣布全线建成 公路通车之后 巴铁的瓜达尔港成为了全球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我国也不必再依赖西方国家控制的马六甲海峡了 这条路不仅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更是中巴有益的建制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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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